钱财产祸光 他可是使出了18万5亿 例如把自己的银行卡随便给路人 然后让路人尽情的刷 甚至是找一群路人挑战100万美金泡澡 坚持到最后的人即可拿走浴缸里的钱 更有可的是他们还街头送钱 以前只见过花式秀而爱的 这花式炫富的还真是头一次见 这不同好小伙又想出了一个绝招 街头找路人和朋友挑战幸运杯子 而杯子下的奖金就是白花花的钞票 终极大奖10万美金到底花落谁手呢 瞧红帽小伙主动上场了 拿起选中的杯子一看有些尴尬了 里面竟然啥也没有 路过的粉银小妹妹也想尝试一下 拿起杯子一看是1000美金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天上跳下饼 红银小伙看后也想测试一下运气 打开一看 Oh my God又是1000美金 这中奖率简直高到离谱 白花花的钞票吸引了许多参赛者 打开一看基本都是1000美金 朋友见后表示不服也要挑战一番 选好杯子就拿起来一看 问了个去是一大点钞票 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10万美金还是被朋友拿走了 话说这样毫无人性的朋友还有没有